如果神游的話 想要去偷窺一下 就是其他的歌手平時都在幹嘛 因為很好奇啊 因為像我覺得 我這個歌手的生活就是還蠻枯燥乏味的 然後我想去看一下其他人都在幹嘛 偷窺一下其他的歌手在錄音的時候 就是進去錄音的時候 然後還沒有後製之前 唱的東西到底好聽還是難聽 很好奇啊 就是很好奇 就是其實我有偷偷靠一些關係 然後有聽過一些人的那個 對 而且是完全沒有音樂 只有Vocal 就是有一些比較壞心眼的錄音師偷偷留下來的 國外的啦 對 就是有聽過Madonna的Michael Jackson 然後是真的 那個Michael Jackson的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誇張的厲害 就是某一些遇到偶像的時刻 我記得在兩三年前有當過 五月天的嘉賓 然後那個時候我覺得很特別的經驗 其實那個很奇怪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現在就是還是會把他們當成偶像 然後故意自己保持一個很遙遠的距離 因為就覺得偶像會慢慢減少 因為你會認識他 然後很多東西就會慢慢減少 可是就是有一些自己喜歡的偶像 還是會刻意保持距離 不跟他們當朋友這樣 見面聊天不可以超過三句 這樣 然後講完之後就 就走 我覺得有時候那個信心是來自於就是 經過了一些 一些痛苦的折磨 或是一些可怕的時期 然後都安然度過 然後你就會覺得自己更加的堅強 然後就會有自信 所以這種自信是通過一層一層的考驗得來的 就不是天生的自信 不是天生就覺得自我感覺良好的那種 譬如說我可能會有連續比較長的時間 然後都很忙碌 然後成就感也不高 那就真的很可怕 因為就是好像 因為沒有太多成就感 就很難有動力 然後可是又要不停的做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又是長時間 大概兩三個月 非常可怕 可是結束之後就會覺得自己變得很強 因為就會發現人的忍耐是無底洞 就是你的忍耐是為了讓你可以忍耐更久 就是你 永遠可以一直這樣 就會覺得自己的容忍度越來越強 可以包容的事情越來越多 如果這樣的話當然是 先控制所有廠商的夢境啊 嗯 嗯